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个人所得税法中 税额计算的内容 首先呢还是承上启下的提示一下 考生朋友们学习的思路 关于个人所得税税额计算 给大家讲过两大板块的内容了 第一大板块呢 是居民个人综合所得的税额计算 打了三颗星特别重要 咱们最近这些年主关题考试呢 基本上都会涉及的到 第二大板块呢 是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税额计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税额计算 打了两颗星 以往年度呢 在客观题中出过 接着就是我们本讲要学习的第三大板块 经营所得的税额计算 这里呢给大家打了两颗星 但是呢这部分内容 以往年度主关题客观题都考过 我们马上要开讲的经营所得税额计算呢 涉及到了四组重要考点 第一组重要考点是个体工商户 因纳税额的计算 第二组重要考点是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因纳税额的计算 第三组考点是对企事业单位 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因纳税额的计算 第四组考点呢 是与经营所得税额计算相关的其他规定 我们首先呢来学习这一板块 生产经营所得税额计算中的基本公式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计算公式 因纳税额就等于全年的因纳税所得额 乘以适用税率再减去速算扣出数 当我们看到乘适用税率减速算扣出数的时候 就能联想起 哎呀这应该是超额累计税额 确实涉及到咱们前面讲过的 五级超额累计税额 而公式中全年的因纳税所得额 就等于全年的收入总额减成本费用 及损失用这个来求得 这样我们大家呢 先对经营所得税额计算的基本公式 有了一定的认知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组考点 个体工商户因纳税额的计算 这里呢打了两颗星 要想计算其因纳税额 就先要计算其因纳税所得额 而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中这个因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企业所得税因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呢 有同也有益 这样我们大家呢通过变系 个体工商户因纳税所得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和咱们前面学过的企业所得税因纳税所得额 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他们之间的一同已做好了变系 就能够把握这部分内容了 我们首先呢来看基本政策规定 首先就是纳税人 因为咱们现在正学习的是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这个项目里 个体工商户 他的生产经营所得 是以业主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纳税人是业主 第二 就是应纳税所得额如何来计算确定呢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去减除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其他支出 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这是更具体化的 个体户生产经营的应纳税所得额 应该如何计算 我们大家突然发现这个表述 和我们前边在学企业所得税 那个应纳税所得额的表述 好像差不多啊 但是它有很多具体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在这儿我们大家看 其中可扣除的税金 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 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允许抵扣增值税以外的 各项税金及附加 我们大家看的 咱们前面在学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可扣除的税金也是排除了所得税自己 也排除了可抵扣的增值税 在个人所得税值也是排除了个人所得税的自己 这个税种也排除了可抵扣的增值税 接着呢就是试用税率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就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以试用税率 再减速算扣除数 当然呢这里的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可以呢把它拓展成全年的收入总额 减成本费用及损失等 然后再乘以试用税率减速算扣除数 此外我们大家呢还要注意 就是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计税呢 也是分为查账征税方式和核定征收方式 像咱们这里啊 用收入去减成本费用啊 损失等啊 你去减 然后你去计算 这属于查账征税方式 而核定征收方式呢 就会涉及到你是用收入 还是用成本费用支出去核定 接着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呢 它的个人所得税有一个特殊的优惠政策 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优惠政策 自2021年的1月1日起至2022年的年底 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那一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呢 是在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的 而且这个它的应纳税所得额比较低的部分 在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的情况呢 是不区分征收方式的 也就是你是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啊 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的优惠 这个特殊优惠啊 它的推出主要呢 也是为了平衡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关系 因为咱们企业所得税那小微企业 它也有阶段性的特别优惠的政策 而这里的个体工商户 如果它的年应纳税所得额特别低的 咱们也跟进了一个 在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优惠政策 这个公式呢 我们大家去了解一下 减免税额 要用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 那一部分的税额 就是它那个所得额特别低的那一部分 对应的税额 减去其他政策减免税额 乘以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 占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比重 然后乘以1减50% 在这呢提示一下大家 这个特殊优惠政策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优惠政策 他预缴税款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这个减半的优惠 他的年应纳税所得额呢 在截止到他申报期所属期末的情况来判断 因为要看啊 他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 他从两处以上取得经营所得 办理年度汇总纳税申报的时候 合并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的年应纳税所得额 重新来计算减免税额 多退稍补 因为他要是两处以上取得经营所得 年度中两后是要合并办会算清缴的 所以一旦要合并的话 可能涉及到的公式中的经营所得 像应纳税所得额 你合并前和合并后肯定不一样 这公式肯定就会发生有一些因素的变化 要重新的去计算减免税额 多退稍补 接下来呢 是其他的规定 其他规定呢 我们先注意一下 几个比较琐碎的政策 第一 要注意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和他取得的其他方面所得的划分 因为生产经营所得咱们是按照我们刚说的这个经营所得项目 五级超额领税率来计算 那如果他取得的是其他所得项目 你就得要按照其他应税项目的规定去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这儿呢 我们又举例子了 说个体户王某生产经营之外 他偶然中奖 那偶然中奖 那就是偶然所得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个体户写了本书 我的发家史 拿稿费了 那是稿酬所得 所以呢 经营所得要和其他的所得呢 要分开来 不要把它们加在一起 来计算个人所得税 而是 要按照他各所得项目的规定 来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二呢 就是个体工商户资产的税务处理 资产的税务处理 就资产的计价呀 折旧啊 摊销啊 参照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但是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 一会儿要提示大家 第三 个体工商户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经营所得的 选择向其中一处经营管理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年度汇总申报 因为它两处经营所得 即使它两边平时都申报纳税了 但是经营所得采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 你加在一起和分成两边纳税 你分成两边汤薄收入了呀 所以呢 在这里要求 他选择向其中一处经营管理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年度汇总申报 加在一起来进行申报 第四 个体工商户终止生产经营的 应当在注销工商登记 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注销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节清有关纳税事业 注销之前 该交的税要交 而且节清纳税事业不仅仅说 该交的税要交的问题 还有一些涉税的 一些其他的一些事项 该了结的也要了结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大家要特别小心的 以往年度容易在这里命题的 个体工商户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过程中的扣除 第一个扣除呢 我把它归纳为选择扣除 就是同时如果他有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 那是人 就是个体户他那边还写了本书 拿稿费了 我的发家史 刚举过例子 那税筹属于综合所得里的 他在这儿 他还有个体户的经营所得 可以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 申报减除费用6万元 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但是不得重复申报减除 就是你不能说综合所得那儿 你减了6万啊等等等等啊 然后你就在经营所得这儿又减6万啊等等 你不能两处减 那么咱们教材没有收录 咱们教材收录的是什么呢 咱们教材说呀 说你减这个 你就应该在综合所得那儿减 没综合所得的 在经营所得这儿减 但是咱们现实政策 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出台了 那个政策 说的是选择 两边你选 但是咱们教材呢 没说 那有同学说 考试我按什么呢 考试他会回避 他教材的 疏漏的 考试的时候 他往往要真考你经营所得 他往往就会说 他没综合所得 那你就在经营所得这儿减呗 另外我们要注意 专项附加扣除 就是三岁以下 那个婴儿照护啊 子女教育啊 善养老人啊等等啊 专项附加扣除 在经营所得办理 汇算清缴的时候扣 平时不能扣除的 接下来 据实扣除 我们看一下据实扣除 按规定缴纳的摊位费 行政性收费 协会 汇费等 按实际发生数 扣除 另外就是个体工商户 研究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 所发生的开发费用 以及研究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而购置单台价值在 十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 和实验性装置的购置费 允许直接扣除 但是单台价值在 十万元以上的测试仪器 和实验性装置 就不让你直接扣了 而是按照固定资产管理 按照固定资产管理 就提折旧啊 不能在当期直接扣除 我们大家要注意 这一点和企业所得税 规定就不一样 咱们企业所得税那 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它的那些仪器 那可不是说 十万元以下的直接扣 十万元以上的 你就得提折旧 那可不是 那上来说的 就是一百万 有同学说 我怎么记得 还有五百万 五百万呢 它是最近这些年 给的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政策 阶段性的政策 而咱们在这 说的不是阶段性政策的 好 接下来 限额扣除 大家要特别小心 这一部分内容 是咱们最近这些年 考个人所得税中 与个体户相关的高评考点 都在这了 第一 生产经营与个人家庭生活 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 等于生产经营的支出 和他个人家庭的那些费用 混一块了 分不清了 怎么办 混在一起了 其百分之四十 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 准于扣除 那也就是混一块的 百分之六十都不让你扣 这百分之四十的比例是考过的 接着第二 向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借款的 利息支出 不超过按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计算的数额的部分 准于扣除 这里我们大家觉得 和企业所得税 那个基本规定 基本规定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再看 第三 波交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在工资薪金总额 百分之二点五的部分 准于扣除 这和企业所得税可不一样 企业所得税 职工教育经费规定的 那个比例是百分之八 这百分之二点五 咱们以往年度 考个人所得税也考过 接着 第四 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 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 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 公益事业的捐赠 捐赠额不超过 其应纳税所得额 百分之三十的部分 准于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如果有全额在税前扣除的 捐赠支出的项目 那么就按照有关规定之行 你符合那规定的 那全额扣的也有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 而百分之三十这个比例 咱们前面讲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没出现过 咱们企业所得税 说的是利润的百分之十二 没出现过 什么应纳税所得额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几个 比较特殊的比例 大家是要特别小心的 接着第五 购买符合规定的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 可以按照规定标准 限额每年2400 每月200元 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接着第六 自2022年1月1日起 个人向个人养老金 资金账户的交费 按照每年12000的限额标准 据实扣除 这是教材经营新增的 同时个人可以选择 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 据实扣除 你选择 接下来我们注意一下 不得扣除的项目 高频考点 又出现了 第一是业主的工资 信金支出 不得扣除 业主就是他注册登记 个体户 执照上有业主是谁 他有业主 他有雇员 在这儿说的不是雇员 说的是业主 他的工资 信金支出 是不能够 再计算 因纳税所得 是扣除的 这个是极高频的考点 考过很多次了 第二 代其从业人员或他人 负担的税款 他从业人员或他人 如果他给人家支付了 一些费用 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他应该代扣代交 如果他没有从人家的收入中扣 然后自己又拿出钱来负担了 他自己拿钱帮别人负担税款的 在计算个体户的 那个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不能扣除 下面呢 给大家做一下归纳 就是在个体户 他的那个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的计算过程中呢 在确定其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他有好多标准和企业所得税 是存在一同的 有相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咱们先看 与企业所得税相同的 扣除项目和标准 哪一样啊 一个是从业人员的工资 他雇来的那些从业人员的工资 为从业人员缴纳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工商保险费 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向当地工会组织 拨交的工会经费 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 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 借款费用 租赁费 贵兑损益 业务招待费 另外 一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一般的 因为咱们那个企业广告费有特殊的 一般的不就15%那个比例的吗 另外劳动保护费 亏损弥补等规定 个体工商户 个人所得税 上述项目的规定 与企业所得税的基本规定 在这咱们说的一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你别说特殊的 咱们说的这些基本规定是一致的 那你前面企业所得税学好了 到这儿 个体户个人所得税 这些项目 他们基本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看 与企业所得税 不同的扣出项目和标准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小心了 高频考点 第一 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 薪金支出不能在税前扣出 这个是咱们个人所得税里面特殊的规定了 第二 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 可以按照规定标准 限额每年2400 每月200在税前扣出 第三 自2022年1月1日起 个人养老金实施地缘纳税试点地区 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交费 按照每年12000的限额标几时扣出 这是咱们今年新增的内容 这是个人交费 扣个人所得税 所以咱们企业所得税那就没有这个规定 第四 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 其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准以扣出 那60%认为就是生活费不让扣了 第五 个体工商户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在工资薪金总额的2.5%这个标准内据实扣出 而咱们企业所得税是8% 第六 个体工商户代其从业人员或他人负担的税款 不得税前扣出 这儿呢 咱们企业所得税那里啊 它没有细说 实际上的企业所得税那里啊 就如果咱们企业代个人代为负担的税款 那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能不能扣 各地规则有差异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合同 那合同是怎么签的 同时也要看你快去处理 你快去处理的时候 你怎么走账的 所以呢企业所得税那情况特别复杂 有的不能扣 有的就是可以扣的 但是个人所得税这儿就是不能扣出 接着第七公益性捐赠 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 可以据事扣除 财政部国家售总局规定 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项目 按有关规定之行 刚才就说了 这30% 企业所得税呢 没这个比例 第八也是咱们前面讲过 同时和企业所得税不一样的 就是个体工商户 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所发生的开发费用 以及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而购置单台价值 在10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件 测性装置购质 准以直接扣除 但是单台价值10万元以上的测试仪器 和试验性装置 就得要用固定资产来管理 要提折旧了 不能在当期直接扣除 下面我们来看 以往年度考过的真题 某个体工商户2020年 向员工实际发放工资20万元 该个体工商户计算当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时 可扣除员工的职工教育经费的限额是多少 这就考你那2.5%,2.5% 因为咱们企业所得税是8%嘛 别记混了 所以呢 你这20万乘以2.5% 算出来5000元 再看2017年考过的单选 某个体工商户发生的下列支出中 允许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是哪一个 选项A 家庭生活用电支出 这个就不能扣 有同学说 咱们前程说有40%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前面说那40%可以扣的 是经营和家庭混用的 这儿没说混用 直接说家庭生活那就不能扣啊 接着选项B 直接向某灾区小学的捐赠 直接给一个灾区小学捐赠 咱们得说你得通过政府部门啊 非盈利社会团体啊等等啊 你这直接就给一个学校捐赠了 这个不能扣 选项C 你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 对 以及教育费附加 你这个缴纳的城建税 和教育费附加在计算 你的经营所得 那个应纳税所得之后 肯定是可以扣的 选项D 带员工负担的个人所得的税款 不能扣 我们只能选择选项C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 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 和个人家庭费用 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家庭生活混用 难以分清的费用 按照一定的比例 视为生产经营有关费用准以扣除 这一比例 刚刚强调过多次 百分之四十 再看一个单选 徐某2022年承包某加工厂 根据协议 变更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了 他已经成为个体工商户 他不再是企业了 当年加工厂取得收入总额100万元 准以扣除成本费用损失等合计85万元 不含业主扣除费用 含徐某每月从加工厂领取的工资4000元 徐某没有综合所得 但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 且由他百分之百的扣除子女教育 专项附加扣除 然后问徐某2022年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是多少 没让你算税额 要算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以下还有优惠呢 咱们刚说过 在这让你算所得额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 你看他有收入总额100万 准以减除成本费用损失85万 这85万中没有包含业主扣除费用 什么叫业主扣除费用 每月5000每年6万 而这个题目中说他没有综合所得 每月5000每年6万 那个扣除就只能在经营所得中去扣除了呗 另外他包含了 这85万元中包含了徐某每月从加工厂领取的工资4000 咱们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业主的工资不能扣 但是每月4000 他包含在这85万中 我们必须要进行调整 所以你看他减了85万吧 但是我们要加上 每月4000就0.4万乘12个月 就对他的成本费用损失做一个反向调整 所以在这儿 如果你是减成本费用损失 在这儿你就要加回这个 或者你减括号 85万减 0.4乘12也行 反正这个 他就不能够体现在咱们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减除的成本费用中 这个啊 每月4000 然后后边那个减6万 就是基本减除费用 也叫做业主扣除费用在这里 然后一个上小学的孩子那子女教育一年一万二嘛 一个月一千 这样我们算出他的应纳税所得额只有12.6万元 下面呢 是本讲中的第二组考点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 因纳税额的计算打了两颗星 在这提示一下大家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的税额 和咱们前面讲的个体工商户它的基本计算规则是一致的 也是分为查账征税方法和核定征收方法 适用的也是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但是呢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它的计税管理方式有着自身的特点 那么在这啊 我们把这个关于查账征税 核定征税在这说明一下 因为咱们个体户那只是强调了 因纳税所得计算和企业所得税的差异 那个是重点 而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 我们前面没有多说 因为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和那个情况差不多嘛 所以在这儿我们一并来讲解 我们看一下查账征税方式呢 他账目核算是健全的 我们用全年收入总额减成本费用损失等 然后成立适用税率减速算扣除数算应纳税额 接着我们再看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应在纳税年度的中间开业 或者年度中间合并 年度中间注销 以及其他原因 导致该纳税年度 它的实际金融期不足一年的 那么对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 和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的生产金所得计算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按照实际金期为一个纳税年度 而投资者本人的费用扣除标准 统一确定为一年六万 也就是每月五千元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 这个每年六万也是基本减除费用 同时也是投资者本人的费用扣除的一个基本标准 不能够和综合所得重复扣除 这扣六万了 如果它还有综合所得 那边就不能扣那六万 如果综合所得扣六万了 这就不能扣六万 接着我们来看相应的计税公式 应纳税所得额 用它的年度的收入总额 减成本费用 以及损失等再减去 当年投资者本人的费用扣除了 就比如说这六万 应纳税额呢 我们用应纳税所得额成立适用税率 再减速算扣除数 接着第三 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 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 对他购买的符合规定的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 也是可以按照限额 每年两千四 每月二百的规定的标准 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另外就是咱们今年教材新增的 个人养老金实施 递严纳税试点的地区 个人向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的交费 按照每年一万二的限额 按照这个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据实透出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 关于查账征税方式的特殊计税规则 这里以往年度出过主观题的 小心 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 个人独资企业的 在这儿 个人投资者 他投资了A B C 三个都是个人独资企业 这三个企业平时经营的时候 他的税是交了的 但是在年中汇算清缴的时候 必须还要合并汇总 这一点呢 我们前面说个体公商户 如果一个人办好几个 他年中 他也得要汇总 在这儿呢 我们大家注意 他要是办那个人独资企业 办好几个年中 个人独资企业 他也是要汇总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平时 这独资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他平时 他都交税了 但是咱们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平时他各交各的税的时候 等于摊薄收入 摊薄所得了 你要加总在一起 够这个高税率的所得额 金额会更多 所以呢 我们看他后续的步骤 第一 汇总其投资兴办的 所有企业的经营所得 汇总在一起 你平时是摊薄的 现在我们整体来衡量 汇总在一起 然后按汇总的所得 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算出他整体应纳的税额 这个时候你加总在一起 去查那个五级超额累进 税率的那个税率表 你可能就要够 比较高的税率了 然后你就算 整体的应纳税额 第三步 将整体的税额 按照企业经营所得 他不是搞了好几个独资企业吗 比如说ABC三个 那么你A独资企业 占ABC三个企业所得的比重 B这个独资企业的所得 占ABC三个企业的比重 C也是 这个企业的所得 占ABC三个企业所得的比重 等于用这个比重 乘以他整体税额 计算出各个企业 用整体税额分配到各个企业的税额 该是多少 而各个企业平时是交过税 这个时候 一旦合并再去分摊 他会涉及到和他平时交的不一致的情况了 那么多退少补 一般情况下都会涉及到补税 接着第六 自2022年的1月1日起 持有股权股票合企业财产份额 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合伙企业 一律适用查账征收的方式 激增个人所得税 那什么意思 股权股票合企业财产份额 他持有这些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合伙企业 就是你只能用查账征税方式 不能用核定征税方式了 所以在这一律是用查账征收方式 来计征个人所得税 独资合伙企业 因此持有上述权益性投资之日起的三十日内 主动向税务机关报送 持有权益性投资的情况 刚才呢 我们大家对于查账征收方式有了了解 下面呢 我们来熟悉一下 核定征收方式 核定征收方式呢 包括定额征收 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 和其他合理的征收方式 这个呢 和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的表述是类似的 在这儿我们要注意 实行核定征收的投资者 是不能享受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的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核定征收 他买了这个国债里边呢 有国债利息 那你就别说 把国债利息那个拿出来免税 其他给你核定 你就混在一块 不能享受啊 那个相应的优惠政策了 但是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我们前面讲过的 个体户去年的 那个100万元以下减半的 核定征收 是能享受那个优惠 那是个体户的一个特别特殊的优惠啊 但是在这儿我们一般情况下的 核定征收的投资者 个人独自合伙企业的投资者 就不能享受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了 第二 实行查账征税改为核定征收的纳税 在查账征税方式下认定的年度的经营亏损 没有弥补完的那一部分也不能够再继续弥补了 正常情况下 也有一个五年底亏和企业所得税 那个五年亏损弥补年限 规定啊 基本规定是一样的 但是呢 在这儿你原来查账征税 现在改成核定了 没有弥补完的亏损 不能延续弥补 接下来呢 就是核定应税所得率 征收方式 税额计算公式 因为那个定额就给他测定一个金额 而应税所得率 我们大家呢看一下 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税用税率 有同学说这怎么没减数算口出数 你看教材中就这么描述的 他就这么描述的 其实他应该减数算口出数 因为呢 他是超额累进税率嘛 但是超额累进税率 你也可以分段计税再相加嘛 所以他没有在教材中描述减数算口数 我们也能够理解啊 并不是说 他用的这税率没有数算口数了 他可以分段计税 再相加那段税额嘛 接着我们再看 应纳税所得额 可以用收入总额乘以应税所得率 或者用成本费用支出额 除以一减应税所得率 再乘以应税所得率 哎我们发现啊 他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这两个计算 和前面企业所得税 是一样的 税用税率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其他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 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 及其相关人员支付的 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 以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 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利润分配 并入投资者个人的经营所得 按照经营所得项目 计征个人所得税 这个前面讲到过 下面呢是第三组考点 对企业单位 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 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个以往年度考过主观题 而且是和企业所得税 结合在一起的主观题 我们一起来看 对于这个承包承租 应纳税所得额如何计算 对企业单位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 是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这里的收入总额 指的他按照承包承租合同规定 所分得的经营利润 咱们前面说他染指了 这个企业的利益 他染指了 分得了经营利润 和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之和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每月给我一万块钱工资 每个季度给我一万块钱奖金 年度中了我上交承包费一百万 剩下的都归我 那经营成果 我拥有一部分所有权 甚至都归我 那么经营成果属于他的承包承租 经营所得 平时拿的工资和每个季度内奖金 也属于他的经营所得 这个是咱们前面讲过的 必要费用每年减除六万元 另外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金者 自行购买的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 依然咱们给他规定了扣除标准 每年两千四 另外就是咱们教材今年新补充的 自2022年的1月1日起 个人养老金实施地盐纳税试点地区 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这个资金账户的交费 按照每年一万二的限额标准 据时扣除 据时同时给你规定的最高限 每年一万二 同时依然提示大家 必要费用每年扣除这六万 依然不能和综合所得重复扣除每年六万 如果他有综合所得那边扣六万 这儿就不能扣这六万 适用税率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接着呢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等于应纳税所得 乘以适用税率减速算扣除数 而应纳税所得额呢 就是纳税年度收入总额减必要费用 计税方法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计税方法呢 按年计税 因为那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那个税率表 大家注意是个年税率表 但是他可能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他分次拿这承包收入 每个月你看他都有啊 或者每个季度他拿一些 并不是说平时不拿钱 那么如果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分次取得承包承租金收入的 那他每次取得的时候 要给他计税 但是给他算预缴 预缴个人所得税 这样在取得所得次年的 3月31日之前 做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 所以大家注意 经营所得有汇算清缴 是次年的3月31日前 如果在一个纳税年度中 承包经营承租金的经营期 不足一年的 实际经营期为一个纳税年度 下面呢我们来看相关例题 2022年1月1日起 张某承包了一个招待所 合同规定张某每月取得工资6000元 年终从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中 上缴承包费5万元 其余的经营成果归张某所有 这样我们大家通过读题也知道 这个招待所它是个企业 它交完企业所得税以后 剩下的钱就归这个张某所有了 而2022年呢 这个招待所税后利润12万元 当年张某供应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呢 同时告诉你张某没有综合所得 没有综合所得 要有综合所得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它那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是在综合所得那减了 还是作为必要费用在它这个承包这去减呢 它没有综合所得 所以它每年6万那个只能够在它的这个承包所得中去减除 这样呢我们大家呢要计算的话 可以分一下步走 第一步算一下它纳税年度的承包收入是多少 承包的收入就是税后利润12万减去上交的5万 这是它承包收入组成部分 千万不要忘了每月工资6000拿了12个月的6000 也要把它放在纳税年度这个承包收入里 这样算出来14万2000元 这样它承包的收入总额算出来了 再算它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你减除必要费用6万 因为它没有综合所得 题目中都告诉你了 你就不用去担心说这6万重复扣了没有 你就直接在这扣就行了 这样算出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8万2000元 8万2000元你去查五级超额利润税率表 考试会给大家提供的 然后就查到了10%的税率 速算扣除数1500 这样算出来应纳个人所得税 6700元 接下来我们大家呢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稍微有点复杂 有点类似我们有一年考过的主观题的真题了 就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混合在一起的计算 大家注意一下 李某从2022年1月起承包了一市区招待所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合同规定李某平时不领工资 从企业净利润中上缴承包费11万元 其余的经营成果归李某所有 2022年该招待所的利润总额25万元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25% 他都告诉你 企业所得税税率25% 就是让你别去琢磨说 他利润才20多万 他是不是小微企业啊 是不是要给他优惠啊 都直接告诉你他税率25%了 就否认了他是小微了 接着我们看 但是招待所在年终汇算清教时发现 漏记了餐饮收入 10600元 寒增值税 他漏记了 接着年终汇算清教时还发现 他业务招待费超之3000元 发现了这两个问题 汇算清教的时候 没有其他纳税调整项目 问你2022年招待所 应缴纳多少企业所得税 李某应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 在这儿不让你去考虑任何税收优惠政策 而且呢 李某没有综合所得 这个特别类似咱有一年考过的一个主观题 就是等于又让你算 企业所得税 又让你算 个人所得税 在这儿我们大家呢 仔细的啊 读一下题 对于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主观题 两遍读题法 第一遍读题抓要素 第二遍读题看细节 抓要素 时间地点 人物业务要求 时间2022年 然后地点市区 因为如果要涉及到 有呈现税的税率你就知道了 人物 这是他承包的 一个招待所 而且这还是增值税一般大税人 他的基本情况 业务就是他承包 有相应的承包的这样的收入 同时还发现他有陋迹餐饮收入和招待费超支 这两个问题 要求就是算两个所得税 好 我们看仔细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解答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审题 还要理清思路 在这儿呢 李某承包招待所取得承包所得 我们要按照顺序啊 先来计算招待所的企业所得税 然后算出税后利润 算出税后利润 他交完承包费 李某才有这个承包所得 才有个人所得税 这个顺序先利润 接着我们再去思考 就是这个招待所的利润总额 虽然他给你了 但是他的利润总额 计算是有问题的 那么从利润总额到 因纳税所得额的这个过程中 他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他漏计餐饮收入了 漏计餐饮收入 不仅仅在税法不认可 会计规则也不认可 所以他漏计餐饮收入 会导致需要既调账 又得在生贸表上有体现 那么调账 就是要调会计账 所以漏计餐饮收入 那个含增值税 什么一万零六百的那个 你本身一定会影响他的利润的 他会影响他的利润的 他要调账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招待费超支三千 那招待费超支 他会计计账没错 只不过就是咱们税法规定的 那标准他超了 因此呢招待费超支 这个属于调表不调账 它符合会计准则 但是它不符合税法规定 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做企业所得税计算的过程中 这可是和企业所得税有关的啊 还没倒算他那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那么招待所的利润到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调整的这个过程中 这两个问题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呢是调账还要调表 还有一个 只调表不调账 只调表不调账 它不影响企业利润 它只影响所得 而调账又调表的利润也影响 当然所得也跟着就影响了 这样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看 它的第一个问题 它漏计餐饮收入 该计的收入没计 不符合会计政策 也不符合税法规定 需要调账 当然你生号表上的数字跟着 这个账你也就改了吗 那在这我们看 它调整的账目收入 它要补计收入 补计多少呢 因为是含增值税的 一万零六百 除以一加百分之六 我们算出不含税 一万元 然后它需要补交增值税六百 随着补交增值税 还要补交成建税和两个附加 成建税告诉你是市区 前面告诉你了 百分之七这税率 你是知道的 两个附加的比例是要求学员朋友们寄的 这样呢 它需要补交的成建税和两个附加 加在一起 七十二元 大家注意这里边的调整收入是要 如果有利润的话 它肯定是要调增的 而这里的成建税和交易附加 它是要交出的 是可以扣除的 而增值税是加外的 它没在收入 也没在利润中 所以利润总额 你肯定要加上这一万 要减去这七十二元 对利润做出调整 接着就是招待费 招待费它的支出没有违反会计准则 但是它不符合税法规定 所以不用调账 只是在调申报表的时候要做调整 所以呢 招待费在这里边超值的三千元 我们来进行调整 调表不调账 接着提示一下大家 关于招待费的调整 如果是企业经营中的招待费 当然是做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调整 但是个体户经营过程中的招待费 还有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的招待费 还有个人承包企业 承包了以后 它又改登记为个体户了 那么它承包经营中的招待费 都是做个人所得税 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调整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 个人承包企业没改登记的 人家还是企业 承包经营中的招待费 是做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调整 咱们这个题目就是属于后边这一种 就是你看它承包了 那个还是企业嘛 然后经营中的招待费 是做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调整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计算企业所得税了 这里还是要注意审题 其实我一开始跟大家强调过 我们要注意审题 你不能一看它那利润那么低 所得挺低 你就去想它那个小微企业 因为题目中直接告诉你税率 就是告诉你它不是小微企业 所以我们大家呢要注意 招待所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它账面原来有错的 那个25万元 加上咱们查补的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它要调账嘛 有一个1万 再减去可扣除的相关的税金 随着查补收入 它有相应的税金扣除 然后应纳税所得额 在计算过程中还要考虑 招待费的超支 超支了我不承认你 要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这样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就调整完毕了 它的两个问题我们都在从它原来的那个账面 有错的利润到现在正确的应纳税所得额 过程中把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然后算出应纳税所得额 26万2928元 然后乘上题目中就给你25%的税率了 也没有给你它符合小微企业的一些其他的提示 所以呢在这儿 我们就认为它不是小微企业 就按法定税率你就计税就行了 这样算出来 企业所得税 65,732元 紧接着企业所得税算完了 我们就要计算个人所得税了 我们要算税后的净利润 然后再减上缴的承包费 还有它承包者 它本身可以扣除的费用等等 要考虑这些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税后的净利润是多少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把你学过的会计基础拿出来 否则在这儿好多同学在这儿做错 就说会计没有基础 所以呢我们一般都说你要学所得税这一块 有点会计基础肯定对你啊 理解有好处 在这儿我们看哈 它税后净利润是多少 它原本那个25万 明显是有错的 因为它少计了 它的那个餐饮收入嘛 餐饮收入 那就是6%增值税率的嘛 咱们前面已经做过价税分离了 不含增值税的 因为餐饮服务6% 咱们给它价值分离之后 不含增值税的1万 我们肯定要给它补计 减去允许扣除的税金 那个72 然后我们大家看 再减去刚才算出的企业所得税 我们就算出税后净利润了 一般有同学在这儿有疑问的 是会计基础不牢靠的 有同学就说 这怎么没有把那3000算上了 咱们刚才不还有3000吗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个3000是调表不调账的 根本没影响账目 也没有影响利润 那3000只影响了应纳税所得 在这儿一说净利润的 那你肯定是对账目都有影响的 你才会影响到他的会计利润 所以在这儿 他那个账目记得不对的 我们在算他利润的时候去考虑进去 然后再减去他缴纳的所得税 而他账目算对了 只不过是存在税块差异的 那个超支的业务招待费 那只是税块差异 根本没影响利润 影响的是所得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什么情况会影响账面 要做账面调整 什么情况只是影响生贸表 这点大家要去思考 真的把这点把握好 所以我在这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接着我们再看个人承包 他的应纳税所得额怎么算 我们用税后的利润 那是归他的 如果他平时还领工资了 这个我们要把它算到 他的承包所得中 要加上他平时领的这个工资信金 但是这道题他没有 他平时没领工资 然后我们减去承包费 承包费他要上交 他要上交 那个承包费 11万是他要上交的 然后再减去 他的必要费用 每年6万 这样我们就算出来 他个人承包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 只有24,196元 去查五级超级税率表 适用于5%的税率 算出的税额 1209.8元 这儿大量的用到了会计接触 这好多都不是税法的问题 都是会计核算那顺序的问题 所以大家呢在这儿 要去理解 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把那个数据计算列了一下 也提示大家什么条账了 什么条表了 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一讲理的最后一组考点 与经营所得税额计算相关的其他规定 打了两颗星 首先呢 是关于创投企业 就是创业投资企业 个人合伙人 和天使投资个人 有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在这儿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些政策看上去 我们平时可能接触的不多 看上去好像有点偏 考试啊 顶多是客观题 所以我们大家呢 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我打两颗星熟悉一下 合伙的创业投资企业 采取股权投资方式 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 满两年 也就是24个月的 合伙创投企业的个人合伙人 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 投资额的70% 抵扣个人合伙人 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 经营所得 当年不足抵扣的 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 截转抵扣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创投 满24个月 那么它就可以呢 投资额的70% 去抵所得额 我们学企业所得税收也见到过 个人所得税收也出现了 那么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政策实际上 它涉及到了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个呢 就是合伙创投企业的这个个人合伙人 然后个人合伙人 他跟别人合伙搞了这个合伙创投企业 然后呢 我们注意 这里的 它和别人组成的这个合伙创投企业 去投资了初创科技型的企业 所以真正投资你 你是这企业去投资的 但是这个个人合伙人 是搞了和别人 或者说是和其他单位 或者和其他个人一块搞了这个合伙创投企业 然后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 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注意 投资期满24个月的 这个个人合伙人 他这儿 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 去抵他的经营所得 原因呢 就是这个合伙企业是先分后税 就这合伙企业自身这个企业不交 不交企业所得税 他先把他的相应的收益啊等等各方面 先去分摊 分摊到各个合伙人头上 有各个合伙人你是个人的 你算个人所得税 你是企业的算企业所得税 属于这样的嘛 现在呢 个人合伙人这块 咱们允许他 有这70%的所得抵扣的这个政策 接下来我们来看 天使投资个人 采取股权投资方式 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 满两年的 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 抵扣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 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当期不足抵扣的 可以在以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 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截转来抵扣 这里依然也是投资期满两年的 可以抵他的应纳税所得额 只不过呢 在天使投资人这儿 他抵的是转让这个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 对于天使投资个人 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 对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 天使投资个人 对其投资额的70% 如果还没有扣完的 可以自注销清算之日起的36个月内 抵扣天使投资个人 转让其他的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 在这里啊 他投资好几个企业 转让这个没抵扣完的 结果就清算了 还没抵扣完的 那么他可以接着 找那个没清算的 还可以抵的那些项目去抵 那么这个政策呢 我刚才也强调了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 他直接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 那个政策原理是相同的 你看他都有一个70% 比所得额的问题 接下来啊 就是关于创业投资企业 个人合伙人 所得税政策的规定 这个政策截止到今年年底 应该就要停止了 是一个阶段性政策 当然啊 到了今年年底会不会延期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啊 那在这儿我们看一下 创业投资企业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或者按照创业投资企业年度所得 整体核算两种方式之一 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 去计算个人所得税的应价税额 在这儿一下说了 两种方式 而且用的是或 用这种 或者那种二选一 二选一选择其中一种 计算其税额 有什么不同 这两种我们看 创业投资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 其个人合伙人 从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 和股西红利所得呢 是按照20%的数据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是单一 因为你看他这个个人合伙人投了好多项目 你本身呢 是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还是创业投资企业年度 所得整体去核算 在这儿如果他选择单一 就这个项目就这个基金 那么这里大家注意到没有 没有使用经营所得的税率 而是按照股权转让和股西红利所得 20%的税率 那么如果创业投资企业选择按年度整体核算的 其个人合伙人应从创业投资企业取得的所得 那么就按照经营所得项目了就不是这个股权转让和股西红利项目了 那如果是年度整体核算的按经营所得项目 用的是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么在这儿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创业投资企业对于他的个人合伙人 我们给了二选一的核算方式 这样就使得这个投资人他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去选择 哪个方式对我有利我就用哪个方式 哪个方式说服清我就用哪个方式 实际上他体现出政府对创业投资行业的支持 那么这两个方式到底有什么主要不同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来对比 因为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偏 顶多就是个客观题 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学员 他学完了他真职业 他不是就为了考一个证 他职业中他是要做判断的啊 所以在这儿考的几率很小 我依然列了一张表 我们大家来看 就哪些是重要考点我都提示 哪些考的几率小我也会提示 在这儿我们看一下这个特点 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 个人合伙人呢根据这个单一投资基金 这项目取得的所得来计税 税率呢就20%了 就不是那5G超领税率了 盈亏处理呢 一个纳税年度内 不同项目之间的盈亏是可以护抵的 但不能将护抵之后的亏损 结转到下一年 另外这个投资额70% 敌减所得啊 符合条件的 可以按照被转让项目 对应 投资额的70%抵扣 从基金年度股权转让 所得中分得份额后 再计算其应纳税额 不足抵扣的 不能向以后年度去截转 这是单一基金的 这个考的几率很小啊 就是因为有一些同学职业 想多了解的 如果是年度整体核算的 我们来看 整体核算的 是个人合伙人 根据从创业投资取得的所得来计算 那好多项目混一块 整体来看 按经营所得 5%到35%的超额累进税率 应该处理 就是整体核算盈亏 亏损可以结转5年呢 投资额70%抵税的这个规则 符合条件的 可以按照被转让项目 对应投资额的70%抵扣 它可以从创业投资那 应分得的 经营所得后 再计算去应纳税额 那么其他扣除呢 按照经营所得项目 计税的个人合伙人 还可以依法减除 它基本减除费用 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还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扣除 从多处取得经营所得的 你还得要汇总计算 汇总计算 然后你的这些扣除项目 不能够重复扣除 接着呢 我们来看 这个政策的适用期间 创业投资企业 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或者按照投资企业年度所得 整体核算 选择了以后呢 三年内不能变更 你不能说今年明年不一样 三年内 这点容易考课官提 多长时间不能变更 三年内 又到了我们的花间墙时间了 在这里呢 余光余光 这位学员说 今年是正式开始学习的第一年 之前也有一段学习经历 但是总是很难坚持下来 在上市公司工作很累 很忙 工作的三年里面 也一直想同时备考CPA 但是每次一到年底 就各种被打断 但是今年二月份开始 就开始积极准备备备考CPA税法和经济法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感觉自己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也一直在与大家一起并肩学习 感受着你们带来的花间墙 今年备考充满信心 偶然一次出去公园游玩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花朵 已经不知不觉中发芽 开出了绚丽的花 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同时想到了刘老师的花间墙 也打算给各位一起备考的伙伴们送去祝福 希望我们都能持续奋斗下去 付出和收获是成正底的 加油 感谢余光余光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 个人所得税 他的项目非常的细碎 知识点也很细碎 需要我们踏实学习 这样才能心灵眼亮 手急眼快 学员朋友们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